汉克在户外发现一台被人遗弃的福特F800 从前保险杠上的袖技不难看出已经停放在此多年 汉克还在前中网上发现了429的标志 要是资深福特迷就知道 这台429发动机在福特野马上能爆发出近800匹的马力 只是汉克也不确定机舱中是不是这台发动机 可以看到这台福特F800的前挡风玻璃早已经损坏 同样车窗玻璃也不知所踪 当打开车门后发现 驾驶室的地板也早已经被铁锈所腐蚀 进入驾驶室内汉克还发现启动钥匙还插在车上 这让汉克都不敢相信 而且仪表盘的成色也如新的一般 不过副驾驶就没这么好运了 已经结满了蜘蛛网 汉克还发现整个车顶的接缝处也满是锈板 当来到后面的板车部分情况同样糟糕 整个板车满是锈板 同时汉克还发现后面的车胎磨损极为严重 但唯一还好的是每个车胎还没出现漏气的状况 检查完整车的情况后 汉克还算较为满意 随后汉克开始检查自己随身所带工具配件 有电瓶 燃油还有一个工具包 查看完工具包后 汉克几人准备开始着手修复 先用刀片将电瓶脊柱上的锈板清除 清除后就准备将电瓶安装上去 而这安装电瓶的位置有些特别 在右前轮的机舱下方 可当找到电瓶的电缆线时才发现同样满是锈剂 一同来的老伙计只好将上面的锈剂清理干净 才将其连接在电瓶上 汉克解释到清除锈剂后 电瓶的接触会更好一些 接着汉克准备检查燃油箱 当拧开油箱盖后 汉克发现里面还有少许的燃油存在 为了能成功将其启动 汉克拿出了自己的燃油箱准备加入进去 将带来的燃油都加进去后 汉克将油箱盖拧紧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来了 汉克将这台福特F800的引擎盖打开 可以看到机舱里面的发动机也已生锈 汉克爬上去后 第一件事是检查里面的空气滤芯 整个空气滤芯上不出意外也同样是锈剂斑斑 接着汉克拔出了粮油尺 发现尺间还有少许机油 足以维持短暂的启动运行了 随后汉克又将散热水箱盖打开 发现里面虽然还有冷却液 但满是锈浆 现在就看汉克几人 能否将机舱中这台锈剂斑斑的发动机启动了 随后汉克进入驾驶室内 准备尝试首次启动 汉克先是将锈剂斑斑的换挡把手挂入空档 紧接着拧动启动钥匙 可只听见滋滋的电流声 机舱中的发动机毫无半点回忆 汉克只好再次来到机舱检查 一旁同行的老爷子指出了原因所在 这款福特F800的机舱中有一个手动的燃油泵 汉克听后才立即将这泵给拧了出来 这个就类似于医生所用的注射器一般的工作原理 将燃油从油箱中抽出送入发动机内 随后几人再次尝试启动 可结果还是只有电流声 发动机没有丝毫复苏的迹象 这让汉克几人也不知问题出在何处 最终几人认为可能是启动器已经损坏 但是汉克几人同样不想就此放弃 准备采用助燃启动的方法 看能否将这台大家伙启动 当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是需要一个陡坡来进行助燃才行 可这荒郊野外没有这个条件 汉克几人只好开了一台多功能拖拉机将其拉出来 先是用铁链将多功能拖拉机和福特F800连接好 随近汉克启动拖拉机 缓缓地将停放已久的福特F800拉了出来 拖出一段距离后汉克将铁链拆除 拆除后再将这台多功能拖拉机开到后方 准备用拖拉机前面的两个夹子锁住板车 采用推的方式来进行助燃启动 让我们来看一下能否将这台荒废的福特F800启动 随着拖拉机在后方疯狂输出 行驶的速度已经足以助燃启动了 当松开的那一刻这台福特F800发出了复苏的声音 后面的拖挂板也能正常启动 这让汉克显得十分兴奋 要知道这次助燃要是没能启动成功的话 几人就准备放弃这台福特F800了 可以听到现在这台福特F800发动机运转的极为良好 一同来的老伙计还疯狂地踩了几脚油门 机舱中的发动机顿时发出疯狂的咆哮声 这样一台福特F800你们喜欢吗 想不想也去户外逃一台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